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值得一提的是,这所有的成就都归功于肖战强大的人格魅力,实在是太火爆了,无人能敌,据悉,肖战太国版,GQ4月刊即将开启预售环节,3月份才开启没多久,4月份就要来了,不得不佩服肖战的海外影响力和知名度,能够快速且长久打开海外市场,只能为肖战点赞,让人叹为观止。 另外要提一下,这一次是提前两个月火速上线,更是历史第一份,不多说了,为肖战感到骄傲和自豪,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大家纷纷赞叹肖战强大的影响力和人格魅力。 陈情令之后过去了这么多年,肖战不减当年,甚至越来越火爆,越来越受欢迎,对于肖战来说,肖战是当之无愧的实力派演员和正能量偶像。 出道至今这么多年,肖战不改初心,得到了非常多前辈的高度认可。 总之恭喜肖战,也希望肖战继续带着梦想和初心奔赴美好的未来。 期待肖战在创佳季,与此同时,小飞侠会跟随肖战的脚步,向优质榜样肖战看齐,见贤思齐,提升自己,携手肖战共同追逐梦想。 不辜负青春和热爱,肖战继登记杂志超一线巨星牌面成为内于独此一家的存在,背后的故事让人唏嘘不已。 肖战登上GQ杂志的封面,正式达成了一线南刊满贯。 这也是肖战继佳人杂志之后,今年收入囊中的第二本大刊杂志,具有非常高的质量。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登上中国内地版GQ杂志二月封面,肖战还将同时出现在泰国和台湾的GQ杂志封面上。 无疑让人吃惊,之前拥有这样待遇的都是国际巨星,而肖战成为了内于界的第一人。 有人提出一个问题在纸媒见衰的互联网时代,时尚杂志对明星的意义何在呢? 有的人可能是为了体现自己的高低格,有的人可能是为了与奢侈品牌商务合作。 而肖战最不缺乏的就是这两样东西。 无论是登上杂志封面,还是饰演一部作品中的角色,对他来说只是一种媒介。 他想通过这种媒介表达和传达的,始终是他坚定不移的人生态度,或许只是因为这是一份有着顶级商务代言的顶级艺人的一份工作而已。 然而,在选择出现在哪家杂志以及哪个月份封面上之前,锁定的不是那么简单,他的每一个决定看似不经意, 却实际上都隐藏着一个故事。 一段往事,他对过去一年的是救援机以偿,看到杂志给予他的顶级牌面以及在宣布之前删除了两年前对肖战低骨气的不当言论,让人真的感觉非常解气。 肖战真的是内渔界的第一人,他为自己而战,打败过去。 这两年的时间,是粉丝们努力去淡忘并假装已经忘记的,而他则以这种不动声色的方式在岁月的流转中,用最美的方式结束了过去的一切。 网友说这是他独特的仪式感,而这就是肖战的态度。 他不挣扎,不绝望,不逃避,不抱怨,不受委屈,不伤心,甚至不会刻意抹去那段不堪回忆的痕迹。 他只是平静地凝视着不断前行的道路,永远不会绕道而行。 肖战直面一切,敞开双臂,勇往直前,即便前路崎岖泥泥泞,荆棘密布,他也会光着脚丫踩出一条鲜血之路,在泥沼上舞动起舞。 这个真的非常贴切,肖战在荆棘泥泞中奋斗,却坚定地种下了一路繁花。 肖战的成功不仅仅是个人的荣耀,更是对那些曾经嘲笑他,质疑他的人的回击。 他用实力和努力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也向世界展示了内余界的实力和潜力。 他的故事激励着我们每个人,无论面对什么困境,都要坚持自己的梦想。 勇往直前,肖战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有足够的勇气和毅力,就能征服一切困难, 并取得辉煌的成就,让我们向肖战致以崇高的敬意。 同时也要坚信自己的力量,不断追求自己的梦想。 2024中国网络市厅年度盛典落下帷幕,肖战在这个盛典上献唱了《同路人》。 他动情地演绎了一带一路背景下各国追梦人的故事,唤起了观众的共鸣。 然而,令人震惊地不仅仅是肖战出演了这个盛典, 更让人惊讶的是这是他连续第二次得到如此特殊的待遇。 在央视的红毯上,肖战成了压轴嘉宾,而在广电的红毯上,他同样是压轴出场。 甚至在网络视听年度盛典上,肖战没有走红毯, 但却被官方特意剪辑了一段演唱的片段放在最后。 这无疑显示出肖战在娱乐圈中的地位,这份待遇绝对让人感到震惊。 实际上,当肖战以震惊的方式走上红毯时,无论他排名第几, 观众们并不会感到意外。 毕竟,红毯的次序虽然与咖位有关,但娱乐圈的论资排辈并不完全依照咖位。 然而,当肖战没有走红毯,却在盛典的最后被特别剪辑播放, 官方用这种方式对他的重视不言而喻。 肖战的咖位提升速度确实是惊人的他似乎天生适合娱乐圈的发展。 尽管他是90后,在娱乐圈中,00后已经有许多艺人出道, 所以年龄并不是他的优势。 然而,我们不能忘记的是,肖战直到2015年才进入娱乐圈, 仅仅用了四年时间就成为了顶流艺人。 即使在过去的五年里,娱乐圈出现了诸多次顶流, 带暴帝,欲顶流。 肖战的地位依然稳如泰山。 从肖战专属的八秒红海之后,娱乐圈界定了内鱼是内鱼, 肖战是肖战的原则。 肖战从此脱离了与其他艺人同一赛道的行列。 他的唯一对手,也是唯一可以与他相提并论的。 只有过去的自己,从2015年到2019年, 这是肖战流量飞升的时期。 他凭借《陈情令》一部作品走红, 从一名默默无闻的艺人迅速成为炙手可热的明星, 吸引了众多粉丝, 甚至影响到整个娱乐圈艺人的粉丝格局。 从2020年到2024年, 肖战的咖位进一步飞升, 他用了四年时间从流量艺人转变为实力派艺人。 尽管肖战有许多黑粉, 但这并不能改变他在主流媒体和平台中的地位, 这些平台每年都会播放他的优秀作品。 甚至在央视和广电的活动中他都有机会压轴出场, 一个演员友好的作品就是好演员。 优秀的作品是一个演员的立身之本肖战在拥有极高流量的同时, 依然努力不懈地为观众呈现出出色的作品。 这些作品的质量足够让央视一次又一次为他播放, 足够让他成为广电活动的压轴嘉宾。 肖战的成功并非偶然他凭借作品, 从素人走向顶流, 用了短短四年时间完成这个跨越, 而从顶流到实力派艺人, 他同样只用了四年时间实现了转变他的努力和才华令人钦佩。 肖战的故事激励着人们, 告诉我们只有不断努力和优秀的作品, 才能获得成功。 肖战在娱乐圈中的地位与他的出色作品息息相关, 无论是陈情令的走红, 还是他在近几年的精彩演出, 都让他成为顶流艺人。 他用实力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也为他走向成功铺就了坚实的基础。 肖战的励志故事告诉我们, 只有不断努力和持续创作出优秀作品, 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让我们向肖战学习, 积极向上地追逐自己的梦想。 肖战顺顺利利, 祝福肖战新年快乐, 2024年一直都在, 不离不弃。